我去找过二哥 他告诉我这一切 他说这所有的事 全部都是丁坤设计的 他如果早知道结局是这样 他肯定不会那么做 大哥 其实二哥现在过得也不好 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我能够感觉到他很痛苦 他很懊悔 可他希望能够弥补这一切 他希望能够帮你重新创业 可是你从来不给他机会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再给二哥一次机会 机会 谁给我机会 谁给我爸机会 谁给瑞琳机会 小贵 你太善良了 你太不了解沈浩南这个人了 他想让我给他机会 我第一天来到昆明 我就给了他一次机会 当我听到丁坤 跟我讲了所有的事情之后 我多么希望 他能够浪子回头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知道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他跟我说 我和临在天 我就是爱钱 难道你不知道吗 他还跟我说 你不要高高在上 老师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今天我有瑞琳 全是他的功劳 你是韩正金钥匙长达的 你永远不懂得我的苦 小贵 你们先自问 我是怎么对待浩南的 我怕他自卑 把他拉进了瑞琳 让他当上总经理 也让他拥有瑞琳的股份 也让他成功地完成了 茶多分金花锁 结果他怎么对我 接下来的故事你都知道了 我莫名其妙地被公安 查到我行李里有一包白粉 我就这个样子含冤入狱 你知道我在铁窗里那段日子 是怎么过的 我没我 都从噩梦里惊醒 我没我人都从噩梦里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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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知道我爸过世之后 我这个做儿子 没有办法为他送终 你知道我内心有多么自责 我好不容易 熬到出狱 我本以为我获得了自由 可是你知不知道 我还得接受别人 对我异样的眼光 我现在还寄人篱下 谁给我机会 我常问老天爷 拜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求助无门 后来我觉悟了 我真的觉悟了 我只相信我自己 只有我自己才能给我自己机会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我这一辈子 绝不可能原谅沈浩南这个人 绝不可能 对不起 大哥 对不起 我没想到我这一次 不但没有帮你 反而还让你那么难过 反而还让你那么难过 我又没想到这一次 你在这段时间里面 过得是那么的痛苦 那么的委屈 你也知道大哥 我很单纯 我单纯的只是想 过那些简简单单的生活 玩玩音乐 开个酒吧 我希望我们三个能永远做三兄弟 大哥 就像你跟我说的 做兄弟没有隔夜中 做兄弟是一辈子的事情 做兄弟有今生没来世了 大哥 我知道 我让你现在原谅二哥 你很为难 对不起 你知道我今天什么也没说 才天 你是一个做大事业的人 这里不适合你 我们都希望你赶快振作起来 重新开始 我很同意宇柔的说法 你现在走在街上 我都认不出来你 再婷 我们走吧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我们可以帮助你 好吗 我不走 你不走 为什么 不为什么 现在让我离开这里 我不知道做什么 去哪里 一年改变太大了 让我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想以大哥的能力 很快就能够创业成功 而且会越做越好 不过 真的 我现在还不想改变什么 我认识的林在天 是一个很有上进心 很自信的人 不是跌倒了爬不起来的人 我对你很有信心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那是以前的林在天了 现在我已经变了 现在在这儿 没有想法 没有压力 我感觉无比地轻松自在 所以 我暂时不想回到以前的 茅庐生活 可是你在这里 好 我答应你们 如果你们想看我随时来这里 我不会再失踪了 好吗 这样好了 这样好了 我们在城里 帮你准备一个住处 你想住在什么地方 用你自己来选择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们 绝对不可以让我们再为你担心 让你们为我担心 我真的很抱歉 玉蓉 城里的房子我就不要了 说实话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不过 我喜欢住在这儿 就让我轻松一下吧 请你们不要为难我 好吗 那我们说好了 以后绝不能再玩失踪 不会了 开城慢一点 好 大哥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们随时过来 在天 注意身体 你也一样 那我们走了 好 拜 再见啊 再见 保重 拜拜 怎么了 我 看见在天现在这个样子 看见在天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难受 既然你找到大哥了 就不要那么伤心了 我很了解大哥 他决定的事情 谁都改变不了 好 反正现在知道他一切平安就好了 他也喜欢在这儿生活 就让他静一静吧 好了 我不相信在天会一直这样 你俩就让他为难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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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要赶我走吗 我只想知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 这一切让我很舒服 我不想离开这里 可你迟早会离开的 你昨天会知道今天的事吗 我可不会算命 我也不会算命 我只相信我的感觉 住在这儿我很开心 我的内心也很平静 所以我不想离开 除非你想赶我走 没有人要赶你走啊 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就好了 也许我会住很长时间的 说不定啊 也许 你很快就改变主意了 大哥找多了 他在哪儿 他好吗 他说他很好 可是我觉得他不好 你不是要怎么会做 什么意思 大哥现在 从头到脚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现在看上去就像一个农民 为什么呀 难道他就没有别的打算 就只想当一个农民吗 宇柔跟我都劝了半天了 希望他能够早点离开那里 好好重新规划一下 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说 大哥他还是不愿意走 有没有其他原因 你也知道大哥的性格 他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 带天 你在这儿常住 会喜欢这里的生活吗 这是一个没有纷争的世界 而且 是聚集能量的地方 那你就好好享受 这里的一切吧 你能不能想个办法 把他约出来 进来 沈经理 丁小姐的设计图拿来了 谢谢你 管总 什么 你看看 新包装啊 对 怎么样 很不错 很有创意 我也觉得是 这个设计看上去非常大气 而且很精致 不错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设计师是一个美女 美女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这跟你没关系 什么时候 约大哥见了面吧 我也是这么想 只是 太子生我的气 不会的 放心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兄弟 但是这两天我比较忙 不过我会尽量抽时间出来 那我等你电话 他电话多少 他没有电话 反正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就直接去找他 喜欢吗 不喜欢我可以再换啊 电话号码在这里边 我的手机号 已经存在你手机里了 看一下 这是我特意为你选的手机 希望你喜欢 但是你要保存好 不要随意换掉好吗 谢谢 谢谢什么呀 对了 这些呢 都是我给你挑的衣服 看看 合不合适 语柔啊 这些我都不需要 翟天 我知道 你想在那个环境里面 倾静一段时间 我支持你 可是 如果你连这点小小的要求 都不答应我的话 我会很伤心的 谢谢 不过 以后就不用破费了 嗯 我相信 你穿上这身西装啊 一定会非常地英俊潇洒 希望 你能够尽快地振作起来 谢谢 有你这位好朋友 我真的很高兴 听你这么讲 好像 我们两个以前很生疏的样子 总是说谢谢 我也很开心 来 希望我们天天快乐 来 你这是 干吗买这么多好吃的呀 哎呀 你帮我找到了大哥 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吗 其实 这说明 你们兄弟两个有缘分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 等到了台湾 我请你吃更好吃的 好啊 你喜欢吃什么 让我想想啊 吃 卤肉饭 藕啊煎 还有 炒米粉 到时候 你给我推荐就好了 没问题 不知道大哥 什么时候跟我一起回台湾 好了 别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来 吃东西吧 好 哈喽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刚买的呀 好 朋友送我的西装 你看 朋友还是关心你的未来 以后你还是要 哼 不过 我还是喜欢现在的生活 对了 外公怎么样 阿妈说 外公恢复得不错 就快出院了 哦 那就好 我们一起去接他出院吧 把你的西装穿上 我现在穿的 和我穿的西装革履 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 怎么说呢 就像 你的朋友 看见你现在的样子不习惯 是一样的 那我不管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了 怎么了你 难道 你不喜欢 我现在这个样子 喜欢 不太好回答 有什么难说的呀 就凭你的感觉啊 感觉 对 我希望 你能找回自己 我觉得回现在变了 想找回以前的我 不太可能了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穿你想穿的衣服 不需要找回从前 重要的是 现在 现在的我 是一个茶叶生产者 怎么了 我闻到了一股茶香 就这样 好 我要干活了 好 我来帮你 嗯 干杯 干嘛这么盯着我看 我不看着你说话 这样会没礼貌吧 那就请你 正常看着我 沈先生 好吧 雨柔 我可以这样子称呼你吗 嗯 可以 但是请你看着我的时候 放轻松一点 嗯 嗯 有个人好愁啊 大晚上不睡觉 一个人闷在这儿 说说看 想什么呢 睡不着啊 白天累了一天了 哦 不困了 你可真是个能人啊 你去睡吧 你怎么还不睡啊 不想 那你想什么呢 一个问题 不告诉我啊 就算你抛根问题 我也不告诉你 想给你一个惊喜 嗯 故作神秘 如果我没成功 就当我刚才的话没说 嗯 灾天 就算没有成功 我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你在这儿是想逃避苦恼吧 要是整天愁没苦脸的 还不如回到你朋友身边 在那边有更好的发展 说得也是 所以啊 开心起来 笑一笑 太难看了 好了好了 快回去睡吧 好 睡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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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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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真的没想到啊 你的设计会这么好 全公司上下的所有人 都一直认为 你的设计 还有包装宣传品 是历年来最棒的 嗯 是你夸大其词了吧 也可能在你面前 赞美你的人太多了 这种话你听习惯了吧 不过你也不是没有缺点 不过你也不是没有缺点 我有什么缺点呢 你太自信了 我的每一部作品 都是艺术品 如果我不自信的话 我就不会成功 对啊 不过过分自信的人 往往很容易被人家误会 难以沟通 可是面对不同层次的人 我是不需要沟通的 其实 你也不见得 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这我承认啊 可是不重要啊 因为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 根本就没有完美的男人 嗯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 应该是缘分 就好像老天 今天 老早地安排了我们相见 直到我们现在坐在一起 想躲也躲不了 可是我也有可能 不来硬你的腰啊 是啊 可是你没用啊 我看你还是别那么嘴硬了 就叫我浩南好了 这么做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距离 拉近一点 不好吗 怎么了 在想什么啊 我在想 其实 你并不是我以前想象的那个沈浩南 好人 凭什么让我叫你浩南呢 因为我很珍惜你这个好朋友 我是说认真的啊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既知性 又美丽 又有智慧 我真的 很喜欢 看起来 你还是挺重感情的 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 人 有时候也会思路不清 我承认我有犯错的时候 也常思路不清过 不过改变不了 不过改变不了 就是因为我犯过一次错误 我就失去了一个多年的好兄弟 让我悔恨一生 我 在天 还有小关 我们三兄弟 三个好兄弟 就是因为一件事 全是因为我 从此我们三兄弟的感情就破裂了 我也这件事情 一直痛恨我自己 可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对不起 我并没有想勾起你的伤心事 没事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不过跟你说完 我是无多了 对了 我真没想到你是在天的好朋友 我也没有想到你还想着在天 可以 可以这么说吧 或多或少 我们也是因为他而认识的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只要我帮得上你 我一定帮 请不要告诉在天 我是丁坤的女儿 你是怕 我是怕 怕在天 因为既恨我父亲 而疏远我 因为你很在乎这位好朋友是吗 嗯 父亲击款了瑞麟 我想帮助他 帮父亲还这笔债 好的 我答应你 谢谢你 好的 我答应你 谢谢你 来 请 坤叔 坤叔 您看看 这都是我女儿拍的吗 这都是小姐拍的 而且设计图马上也就做好 小姐这么有才气 都是坤叔您教导有方培养得好啊 哎 拍得不错 可是很遗憾 也很惭愧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打理这个公司 对他关心很少 哎 惭愧啊 对了 今晚几点出发 十点出发 路上要小心 坤叔放心 去 去吧 坤叔 嗯 我想跟您说件事情 说事 说什么事啊 最近 小姐和沈浩南 好像交往有些平凡 怎么了 没什么不妥吗 没有 我只是想提醒提醒 对了 外公什么时候出院 医生说还得住几天 嗯 在医院有医生护士照顾着 也好 嗯 就让外公多住几天 好好检查一下身体嘛 是吧 他可不愿意在那儿住 再说了 得花多少钱啊 你不用担心这些 嗯 忘了谢谢你 谢我什么 一晚跟我说 小官昨天替我外公交了医疗费 那你应该谢谢小官啊 都要谢的嘛 采天 烈士尼 是我们家的幸运 可是欠你这么多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还 还什么 我还要还你很多人情呢 如果你真的要还 那我只有搬离这个家 让你找不到我 看你怎么还 嗯 嗯 那 我就一刷一百万张还钱通缉令 天涯海角到处去找你 真有你的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喂 雨柔 当然是我啦 除了是我 还会有谁知道你的电话号码吗 吃饭了没有 嗯 再吃 一会儿我就出门了 去哪里啊 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 我自己挺方便的 那一起吃午饭吧 嗯 以后再说吧 我时间定不下来 那好 我随时等你电话 拜拜 好的 拜拜 来 手机很漂亮 嗯 是我好朋友 雨柔送给我的 嗯 吃个煎蛋 哦 谢谢 你也吃一个 来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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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再天 怎么 你过来有事啊 不认识我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严警官 您好 居然在这碰到你 最近还好吧 挺好的 需要帮忙的话 尽管来找我 不好意思 以前没少麻烦你 谢谢 没事 你来这干什么 哦 我想跟茶茶谈点事情 哦 那好吧 你忙吧 好 我走了啊 好 有空联系 再见 好 好 我走了 谭经理 欢迎欢迎欢迎 来 请坐 好 谢谢 谢谢 就让您的大名 今天很高兴能见到您 谭经理 您认识我 堂堂锐林公司的董事长 青年才俊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林董事长 您今天 谭经理 叫我林在天吧 好 林先生 您今天来 哦 谭经理 我今天来是想和您谈合作的事情 有位秋良土老先生 您认识吧 秋老先生是我们行内的老前辈 当人认识 哦 那太好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今天来是代表 秋老先生 来跟你谈茶叶的问题 我们是种茶人 而且秋老先生他还有 制茶的独特手艺 秋家茶园每年茶叶的产量 都很固定 所以呢 我就想创立一个新的品牌 不过我们现在 没有批量制茶的设备 所以我今天来是想寻找一种 合作的模式 哦 我非常高兴林先生 能在这个时间 想到我们公司 没有没有 喝茶 嗯 这茶很香 十年的普洱 越品越香 在天还没有回来 我知道 我知道 在天今天出去了 那我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你来了 不用了 让他早点回来 我今天是来找你的 找我 上一次我来这儿的时候 不知道在天 为什么会那么喜欢住在这里 但现在我知道了 这里很美 很安静 我想 好 这就是在天住在这儿 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在天说 卿尘的鸟叫就是最好的闹铃 所以他每天起得很早去爬山 爬到山顶上 就大声呼喊 尽情发泄 回来之后就开心了 以前在天有忙不完的工作 事业有成 那是他风光的一面 可是他在背地里面 正常心里很痛苦 有很多工作上面的事情 在牵绊着他 现在在天 在这儿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每天开开心心的 我很感谢你 多亏有了你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可是是你把他领到这里来的 他到这里来就是一个巧合 那天在车站 那天我遇到他两次 我看到他很失落 而且行李又丢了 又不知道要去哪儿 他说 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住一阵子 就这样 他稀里糊涂地就住下来了 不过他跟我外公很了解 我现在来说 你又想找一个喜好 我去想找一个厉害 带你去找个宝宝 我去找一个你 你还没闭着 我跟宝宝说 在那儿 我跟宝宝说 我跟宝宝说 你在这儿 各位认识 要不你把钱直接给蔡天吧 也许他会用得上 谭经理 留步 别送了 我会尽快把货送过来 下次把货送过来的时候 咱们就把合同签了 贵方就要把保证金送过来了 好 放心 我会送过来的 这个品牌名字想好了吗 艺品顺天 艺品顺天 不错的名字 希望茶更好 没问题 有邱老先生的手艺错不了的 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好啊 好 再见 谢谢 小官 找我什么事 二哥 想我们三兄弟 终于能够破镜重园 又能够相聚了 真是太开心了 要谢谢你啊 谢谢 谢 我干嘛 我们是兄弟吧 我 我 你的心情 是不是并不能首带esar的噘cake 以后花太多伤心更多 承诺我一辈子不说再见 让淋水堵住我所有事情 Oh never say goodbye 我要抱紧你 注入我所有的爱 要把时空停下来 不能和你分开 我愿 离开水龙的地带 挽着你的手 承诺你到白头 答应我never say goodbye 把你埋在我的血脉 两人融在一块 就像我两未来 就算幸福不会来 请把我的命 唤醒你的眼睛 不要忘记了承诺 离开我 答应我never say goodbye 把你埋在我的血脉 答应我never say goodbye 答应我never say goodbye 难道你就这样离开 难道你就这样离开 留下了一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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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的冰冷的手 用我的体温 保护我们的爱 Ou we never say goodbye Ou we never say goodbye Ou we never say good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